北京时间2月11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篮网队在课场以112比113输给了奇才队 遭遇到了10连败 本场比赛篮网队上半场的发挥还算不错 他们可以和奇才队打得有来有回 两队平分秋色 半场比赛 篮网队还曾取得4分的领先 不过在第三节 篮网队再次出现进攻停滞不前的情况 他们单节只拿到19分 竞赴奇才队12分 三节比赛结束 篮网队落后奇才队8分 在末节比赛 篮网队没有放弃比赛 他们努力缩小分差 最多时球队曾把比分差距缩小至5分 但很遗憾的是 关键时刻 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 奇才队整体发挥出色 最终奇才队在主场笑到最后 他们成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结束了两连败 而篮网队遭遇漫长的10连败 这场比赛是交易截止日之后 奇才队和篮网队的首场比赛 两队在交易截止日的时候 都发生了很多交易 球队失去了很多球员 同时新元也还没有到球队报道 这也导致 两队此一的阵容非常不完整 不过相比较而言 奇才队的发挥还是要更胜一筹 在面对连败的篮网队 奇才队此一在库兹马等人的带领下 他们打出了流畅的团队进攻 全队此一总共有6人得分上双 在比尔受伤 丁维迪和哈勒尔被交易的情况下 球队其他球员挺身而出 他们在分享球方面做得不错 而且在防守端很努力 进攻端的发挥同样出色 在上半场落后篮网队的情况下 奇才队在第三节开始发力 他们成功反超了比分 而在末节 奇才队始终保持比分上的领先 没有给篮网队机会 最终奇才队在主场成功击败篮网队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本场比赛库兹马表现出色 他拿到15分13篮板石珠弓的数据 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三双 在球队缺冰少将的情况下 他打出了非常全面的表现 给予了球队很大的帮助 此一他是奇才队取胜的功臣 而篮网队这边 球队在交易截止日的时候 把哈登交易到了费城队 这对于球队的整体实力 有很大的影响 而此一虽然欧文可以出战客场 但是他的表现并不能够帮助球队取胜 在这场比赛中 欧文拿到31分5篮板6助攻的数据 个人表现还算不错 但很遗憾的是 他的个人能力无法帮助球队最终取得比赛胜利 篮网队近期的表现非常不理想 球队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在攻防两端都需要提升 输掉这场比赛后 篮网队已经遭遇到了10连败 这是本赛季球队最长的连败场次 目前这支篮网队 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球队陷入到了困境 他们需要找到如何让自己回到正轨的办法 当然 对于篮网队来说 他们也有好消息 在交易截止日的时候 篮网队通过交易得到了西蒙斯 德拉蒙德和赛斯库里等球员 这些球员的实力都很不错 如果那时能够让他们融入到 球队战术体系当中 相信球队会终结自己的连败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